大家好,我是李杨,一个爱玩游戏的原画师 9月10号,也就是这部影片更早之前 索尼发布了PS5的升级机型PS5 Pro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是等到它确实发布了,我们才可以多展望一些后面的事情 我也会聊聊之前我用PS4 Pro的感受 这次的PS5 Pro实际使用体验应该也差不多 我之前发布了一个影片提到PS5现在的困境 其中有一点就很尴尬的就是性能 PS5设计的时候AI补增技术并没有爆发 而且虚幻5规格的游戏引擎也还没有大规模投入使用 因为优化和引擎本身都存在一些问题和成本 让PS5的规格会稍微保守一些 导致现在的尴尬局面就是新引擎的游戏PS5跑得非常吃力 性能模式和画面模式不管哪一方面都会比较尴尬 性能模式往往分辨率不够 画面模式帧数又不太理想 很难想象在这个硬件爆发的年代 还有不足30帧或者不稳30帧的画面出现 去年和今年的新游戏都暴露出了这个问题 今天一开场索尼的构架师Mark Conney就提到了这个选择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不管哪一个模式 PS5表现的都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这一次PS5 Pro的升级就变得理所当然 当PS5 Pro解决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那么唯一的问题就在玩家这边了 什么你玩不动 你怎么不想想你为什么不多花一倍的钱买PS5 Pro呢 是因为买不起吗 玩梗啊 我肯定不是在说买更贵的游戏机玩游戏是一件好事情 这里摆一下PS5 Pro对比PS5提升的数据 PS5 Pro拥有更强大的GPU 这让游戏速度对比PS5提升了45% 提升了光追性能 这方面相比PS5提高了2到3倍 再加上一个PSSR的特性 也就是索尼专属的AI插帧 这个就是三个最主要的提升方面了 所以PS5 Pro的升级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简单来说就是增加了芯片的功率 同时支持AI插帧 这让PS5 Pro的画质模式能够稳定的来到60帧 在索尼的影片中 详细的对比了经过提升后 相对于原始PS5的画质模式的对比 目前的PS5游戏可以在保持画质模式的基础上 拥有60帧的画面输出 并且材质细节上更加的锐利 且多出了很多细小的细节 比如木纹更多 远处的场景更加细腻 GT7的光照更加逼真 而且对于新游戏来说 这样的提升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如之前的FF16 FF7 Rebirth 还有最近的黑悟空 可能都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玩家的游戏体验 从开发方面来说 厂商的后续新游戏 在PS平台上的优化压力要减轻不少 PS5 Pro即便不是标准的2160P 也就是4K画质 但多出来的芯片性能和AI补增 会让游戏整体产出的效率提高 也许5到6年开发的一款游戏 可以加快到3到4年完成 甚至一些比较不那么大型的游戏 可以压缩到3年之内 因为U15级别的引擎 有很多便利的粒子运算方式 可以帮助开发者减轻那些重复 且繁杂的工作 但缺点就是优化极难 这很容易理解 画面技术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算力 你有多少算力就有多少画面 少了多少算力 就没有办法实现那些复杂的文理和例子 我相信新一代游戏引擎 肯定可以保证画面不太落后的情况下来保证游戏性 因为这一次的引擎革新一定会延续到PS6之后 不用怀疑 PS5 Pro的性能就是劣等版的PS6 比如那些日系厂商 就算是技术力比较落后的那些厂商 也可以凭借新引擎带来的福利提升开发效率 当然对于原始PS5玩家来说 其实这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厂商可能会选择对原始PS5进行一个非常非常妥协的优化 从一个核心玩家的这方面来说 PS5 Pro就意味着不用再去选择VCD的画面游戏60帧 还是4K级别的画面PPT 不用再怀疑为什么游戏机硬件都这么强大了 画质的表现还是那么的简陋 或者帧数比较低下 对体验来说还是值得的 家里的4K大电视终于又能跑满性能了 结合这一点我来聊聊当初我从PS4换到PS4 Pro的体验 我当时几乎就是第一时间升级到了PS4 Pro 一直玩到大概PS5发售两年之后才更换的PS5 期间并没有任何不适 就是玩游戏就比如说会想 为什么我的游戏机是不是有点机能落后 或者是没有玩到特别优秀的画面 都没有都是我觉得都在我的游玩的体验的这种预值之内 就这么完美的度过了新游戏机早期的空窗时间 等新时代的游戏完全进入了次时代之后 再去考虑换新的游戏机 当时PS4 Pro对比起PS4最重要的一个更新就是 可以有1800P的棋盘渲染和完全支持HDR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 这样的配置升级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特别是当你有一台支持4K HDR的电视 那个时候这个配置其实也不算特别常见 而在玩PS4 Pro之后 可以说一直到PS5的GT7出来之后 我才开始感觉到游戏机性能的差异 带来的观感和游玩感受上的差异 而且PS4时代的优化灾难 比如2077尼尔机械纪元的720P60帧模式 这类非常影响体验的大型事故 对于拥有PS4 Pro的我来说 基本都是在玩一个60帧 加上一个比较好的分辨率玩过来的 所以我认为同样的PS5 Pro 一样会带来这样的游玩感受 一切的优化争议 卡顿图形表现不理想等等问题 在未来大部分时间都会远离你 你只需要买游戏玩游戏体验游戏 好了 那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PS5 Pro的售价是700美元 这相当于几乎被杀了PS5的价格 而且好像是不带光驱的版本 那么这种价格让普通玩家 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这考虑是否值得购买 本身游戏机就是一个娱乐的玩具 给小朋友或者给自己一个 简单舒适放松的途径 但是这样的售价显得就并不那么放松了 我记得PS4 Pro新出的时候 也仅仅比现在的PS5贵了那么一点点 而现在PS5 Pro的价格足够配一台 中配置的PC 随着过两年PC硬件更加的白菜化 PS5 Pro是否还能继续有它的性价比 我现在其实还是有点保持怀疑的 而且PS5 Pro的性能提升 带来的品控问题是否能让消费者安心呢 毕竟PS5时代以来 PS系的产品品控一直都存在问题 好了 这次的PS5 Pro的消息就分享到这里 各位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 保持友善哦 那么之后我玩上PS5 Pro的事情 就拜托大家了 欢迎订阅点赞 Peace